俄罗斯金砖峰会即将召开 金砖支付系统呢 最近是火热 在A股呢 也是被炒成了一个非常火热的题材 那么号称金砖支付系统要终结美元霸权 这个看起来梦想比较大 但真的能够做到吗 我们来看一看 最近呢 我们看到俄罗斯呢 即将召开这个主办金砖峰会 金砖成员国呢 正在快速的扩张 对吧 很多的国家都加入了金砖 不仅有原来的 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 最近呢 我们看到加入的像比如说 这个沙特呀 伊朗呀对吧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 那么另外呢 还有几十个国家提出申请 那么金砖国家呢 看起来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 一定程度上代表南方国家 代表发展中经济体 代表代表非西方非发达社会 非发达国家社会的一个组织 那么最近俄罗斯呢 将会在金砖峰会上 提出一个这个大家讨论已久的话题 那就是呢 要推动结束美元的主导地位 最近我们看到俄罗斯媒体在大肆的报道 另外呢 包括像全球媒体 香港南华早报呀 新加坡联合早报呀 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那包括中国的资本市场 在A股市场当中也谈到了所谓跨境支付的概念 这个跨境支付成为概念股了 对吧 但其实短期之内所能拉动的经济效应呢 是极其有限的啊 它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题材 和当下的热点新闻挂在了一起 所以啊 看题材 看消息 看这种情绪 炒股的朋友呢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这个东西呢 转瞬即逝啊 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啊 那么俄罗斯在即将下个星期召开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分会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在22号到24号啊 大概可能是这个时间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么金砖分会上面呢 说想要来建立一个国际支付替代的平台 要绕过西方的制裁 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对于美国美元霸权 美国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支付体系呢 最头疼的 最反感的 最想替代的 最不待见的 肯定就是俄罗斯 因为俄欧战争爆发之后呢 对俄罗斯施加制裁最多的 就是美元支付体系 所以很多朋友说 哎呀 人民币取代美元 这个人民币怎么怎么着 对吧 这个讲的呢 好像很热烈 但是我告诉大家 很清楚的 俄罗斯比中国还想 对吧 只要能够取代美元 管他用人民币 还是用什么金砖币 还用什么币 反正呢 俄罗斯看老美 看美元霸权 早就不爽了 所以普京和俄罗斯最近呢 希望能够把这个议题呢 作为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一个主议题 尤其这个概念当中呢 我们知道美元霸权得以成立 早期呢 是美元榜地黄金 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对吧 后来呢 就出问题了嘛 因为黄金 美国的美联储 他储备不了那么多黄金啊 对吧 他就是耍赖皮嘛 怎么办呢 他就把美元绑定石油交易 和沙特之间形成某种的这种石油美元 对吧 这个结构 但如今呢 沙特和中东的产油国呢 和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呢 已经变得好了非常多 尤其是南方国家的崛起 使得所谓石油美元呢 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啊 这个互换 货币互换便利 也成为了一个国际贸易的一个新的流行词啊 一个新主流 所以说我们看看南方国家 对吧 俄罗斯的粮食啊 俄罗斯的能源 对吧 然后这个伊朗啊 沙特的原材料能源 巴西的矿产木材原材料 对吧 南非的一些这个啊 矿产资源等等 也就是说呢 在金砖国家之内呢 其实是经济最原始的原材料 石油能源啊 这个大宗商品呢 是非常的发达 那么如果这些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 都使用非美元支付啊 使用双边货币结算 或是基于金砖体系之内 搭建的支付体系进行结算的话 那么这个呢 坦白的说 是当下最有可能对美元支付体系 构成挑战的啊 注意啊 这里我们所说的是 最有可能对美元支付体系构成挑战的 但是 想要短期之内就取代美元 这个呢 想的有一点多 那想的有一点多 就好比说 鸿门操作系统 是最有可能 在全球去挑战 安卓和iOS的 这个江湖地位的操作系统 放眼全世界都是如此 尤其在中国大陆 华为的鸿门系统呢 已经超过iOS 以17.2%的市场份额呢 打败iOS的16% 那么落后于安卓 那么在国际市场呢 鸿门系统 现在占据4%的市场份额 那么安卓是主要的 第二名呢 是iOS苹果的 这在国际市场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现如今在全球的支付体系当中 这个操作系统当中呢 鸿门是最有希望挑战iOS和安卓的 但是他的希望呢 也是需要未来很长时间的努力 毕竟如今也只有4% 那么金砖国家 金砖组织的支付体系呢 其实面临的格局是类似的 最有希望 但如今呢 说马上美元体系崩塌 美元垮掉了 美元这个这个怎么什么 霸权结束了 这真的是有点想多了 对吧 你就问一问 全球最主要的国家 这个商人 做生意的 做外贸的 他们愿意收印度卢比 还是巴西货币 还是俄罗斯货币 对吧 还是美元 当然人民币肯定也是比较喜欢 但是呢 和美元相比较的话 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当中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自由流动 各方面的因素来看的话呢 美元的影响力 依旧是最大的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也不要去小看金砖这个支付 金砖支付体系 未来的潜力 我只能说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定位 那么俄罗斯方面 当然很热衷于 把金砖什么取代美元霸权呢 打造成这一次的 金砖峰会的一个核心议题 原因之一呢 是要呼应所谓的 对吧 俄罗斯我被你金美元霸权搞了 那么我现在呢 要反击一下 从表面看起来呢 这在谈的是国家支付 但实际上呢 俄罗斯把这个议题炒热呢 他其实也在谈的是地缘政治 也就是说 我不怕你劳美 对吧 我呢反击你美元霸权 这个其实就已经是政治层面的 在现实层面的推动 短期之内取代美元霸权的 全球市场地位的难度非常大 俄罗斯人心里面也应该很清楚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 莫斯科方面呢 还有一个诉求 就是呢 他要把10月22号到24号 所举办的 在喀山所举行的 金砖峰会呢 要把他打造成一个所谓 对吧 我不怕你劳美的 这个抵制西方孤立俄罗斯的一个标志性的会议 换言之 俄罗斯方面希望借助本次的金砖峰会 那么向世界宣告 美国对我俄罗斯的围堵打压 以及失败 对吧 不仅在地缘政治 我俄罗斯依旧有非常多的朋友 而且都是国际主要玩家 中国印度 对吧 巴西南非这个这个沙特啊 这个还有很多的观察员国 包括伊朗等等 那么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也是政治层面的 莫斯科希望和其他国家保持合作 那么当然改革全球金融体系 结束美元霸权地位 俄罗斯把这样一个东西呢 作为一个议题 也凸显出俄罗斯当下 对吧 希望能够在全球引发关注 主导一些议题的这个诉求 那么另外 根据俄罗斯的财政部和央行 在金砖峰会之前 所分发给记者的一份文件当中呢 显示的内容 金砖国家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支付系统 那么这个呢 要进一步的去 这个使得金砖国家 各国央行之间的相互联系 以及商业网络 商业银行网络之间的联系呢 更加紧密 进一步的通过这个央行联系 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联系呢 来使得金砖国家相关的贸易关系 更加紧密 紧密 更加便捷 那么因此 那么就谈到了 对吧 如果这个支付体系得以构建 接下来将会有哪个国家的货币站主轴 将会有哪个国家 哪些公司的支付体系 安全体系 来扮演主要玩家 也就是说呢 这个系统不是用嘴巴说出来的 对吧 它是要开发出来的 要实际应用出来的 要有人来维护的 嘿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最近 在A股当中所热炒的 所谓金砖支付概念股 跨境支付概念股 这个说实话 真的就是一个题材 大家呢 也就看看罢了 千万不要真的爱上了 对吧 有人说投资呀 不是谈恋爱 对吧 这个不要什么一见钟情 这个山无人天地和 乃敢与君爵 对吧 一只股票放在手里 从他年轻辉煌的时刻 直接拿到了老年时刻 最终的公司都没了 对吧 你还拿着他的股票 这个投资呢 就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 千万不要谈感情 这是两码事 OK 那么我们就谈到 这一次金砖支付呢 那么主打一个区块链的概念 那么中国的很多公司呢 都被挂上了名字 比如说 什么华为的安全系统呀 什么这个 我们说的国的一些公司 我就不报名字了 这个以免误导大家 反正呢 很多的做软件系统开发的 做跨境支付系统开发的 那么纷纷呢 在这几天的这个股市当中呢 表现都非常出色 这显然是由情绪和消息面 所推动的一些题材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 关于金砖支付系统呢 当下在全球通过区块链技术 包括数字货币的加密技术呢 希望以更快速的资金转换 减少交易成本 这一点上来说呢 的的确确有它现实的意义所在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呢 全球支付体系 依赖美元系统的时候呢 涉及到一个货币 这个换算的过程 你好比说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交易 对吧 你俄罗斯的货币要换成美元 中国的人民币换成美元 双方交易之后呢 再换回各自国家的货币 那这个事情本身 每一笔交易 你最终呢 等于说美元 对吧 美国 它从中呢得到很大的好处 它啥也不用干 对吧 你都得用我的东西 那么我呢 就成了庄家 你们呢 就成了我的下游 所以美联储才完成了 所谓全球央行的央行 对吧 成为在这个游戏当中 最大的玩家 如果真的以区块链技术 为核心的 那么中国的相关软件公司 所开发出来的系统 那么能够减少 这个交易的成本 能够提升资金转换的效率 那么这个本身 确实有现实的意义 那么双边之间的贸易关系呢 能够得以快速的响应 2023年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叫做CIPS呢 处理的业务量是 661.33万单 金额呢 是123.06万亿元 那么这个增长的幅度呢 还是比较可观的 分别来自50.29%和27.27% 那这两组数据本身呢 反映出人民币 在国际支付体系当中的占比呢 正在迅速的这个上升 那这个是好消息 2022年 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 为国为首的 这个金砖11国GDP 在世界总额的36.29% 那么金砖国家建立支付体系呢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削减全球贸易过程当中 使用美元的比例 这是一个事实 但所谓的 让美元霸权就此消失呢 这种情况呢 是短时间之内 这个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美元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呢 是美国必须去确保的一个核心利益 美国如果发现会冲击到美元的 根本的这个霸权的地位的话 那我告诉你 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会介入 我说这些话呢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你怎么 对吧 你这个好像 长敌人的威风 灭自己的志气 不是如此 我们分析问题要客观 这个美元霸权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对吧 和美国的科技霸权 和美国的军事霸权是一样的 大家只要想想看 全球每天大量的人 用美元进行交易 对吧 美国躺在那里 就可以呢 赚取大笔的经费 每一笔的交易呢 使用美元的时候 都有手续费 你等于说 由于美元全球发行的规模 非常巨大 对吧 你只要乘以一个非常低的比例 每一年呢 美国就可以躺赚大笔的这个资金 这些 这些都是 这个对吧 都是真金白银啊 所以呢 美国的全球的军力部署呢 它绝对会消灭一切 尽可能消灭一切呢 这个阻挡美元霸权存在的一些力量 这就是一个现实状况 特别是沙特方面 中东地区的产油国 对吧 过去绑定石油美元 那现在呢 每次宣布都是双边货币本币这个叫 这个互换 对吧 双边的这个贸易的本币结算 只敢这么说 从来不敢说 啊 我放弃石油美元了 对吧 这个呢 的的确确有非常 这个难 这个难的地缘政治的现实状况 换言之呀 有的时候 搞急了老美 你不要以为 他不会发起一些政变 暗杀 或是一些军情系统的一些应用 这种事情的话 你看中东地区 你这个以色列 对吧 说灭掉一个什么 比如郑主党的领导人呀 说灭掉一个伊朗的什么 这个这个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者呀 好像就轻轻松松 所以呢 现如今呀 在军情面前 军情力量面前的话 在中东地区 美国有非常多的军事基地 这种东西呢 是很实在的 对吧 那么当然中国呢 在中东地区的外交事务呢 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是毕竟 咱们在中东地区呢 是没有很多的军事力量的驻军的 这是一个现实状况 很多国家 是非常害怕 美军的这个 对吧 它的这个军情系统 它在背后的这个力量的支撑的 为什么美国在德国有大量的驻军 为什么美国在日本有大量的驻军 按道理说 二战结束之后 对不对 你如果说去殖民化 这是当年美国去 防止英国崛起 把英国打趴下来的一个策略 对吧 让全球的殖民地纷纷独立 对吧 那英国不就 一个又一个都全挂了吗 所以后来的霸权呢 就由美国来做全球的霸权了 把英国彻底的打趴了 对吧 这是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现实状况 即便都是安格罗斯塔克逊 但是美国呢 依旧会对英国下手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在所谓的去殖民化之后 美国作为二战的一个胜利国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你在战败国 德国 日本 很多国家 大量驻军呢 你看看现如今的 这个德国方 日本方面的一些政客 他们敢对美国说个步子吗 你再说说看 德国总理默克尔被美国监听 默克尔女士是比较有 全球影响力的 对吧 他也是备受尊敬的一位德国领导人 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他在位的时候 他要他自己就是 他每年都要访问中国 走遍中国很多个地方 那么另外呢 他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保持的也比较好 那么从俄罗斯拿到便宜的能源 和生产的原材料 然后呢 通过德国先进的工业体系 生产出来商品之后呢 在大量的卖到南方国家 包括像中国市场 德国由此呢 成为欧洲的工业强国 也由此呢 成为欧洲地区的这个 发展非常好的国家 在欧债危机的时候 德国直接出钱 摆平了欧债危机 但如今呢 德国GDP已经连续多个季度的负增长 就是衰退了 讲白了 对吧 法国经济的负债比率呢 国债比率偏高 那么欧债危机 卷土重来的时候 德国这个德国也好 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好 谁能救得了呢 你真的指望什么波罗的海呀 什么北欧呀 这些非常亲美的国家 他们只会在欧洲议会投票的时候呢 美国让怎么投 他就怎么投 但是当欧洲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指望波罗的海国家 北欧这些小国 对吧 立陶宛天天和中国叽叽歪歪的来较真这些国家 他们真的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吗 屁用都没有 我跟你讲 对吧 德国的工业化 去工业化浪潮 对德国对欧洲 将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所以说现在的弘德莱恩 现在的欧盟的这些 这些这个民粹主义者呢 其实对欧洲呢 他造成的影响和伤害呢 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当下的一个状况 最近一段时间啊 出海营销 华为系统 跨境支付 跨境电商呢 好像都比较火爆 那么尤其是最近啊 就放上了有什么什么 金砖国家峰会的 那金砖系统等等 那么从而使得 跨境支付这个概念呢 成为一个啊 讨论的主轴 尤其我们看到 在9月23号 在莫斯科 俄罗斯这个首都莫斯科举行的 2024年金砖国家 这个治国礼政研讨会 及人文交流会上 来自金砖国家的一些 智库呀 媒体呀 还有这个政府官员们 在探讨金砖国家的 现代化之路 在里面就谈到了 关于当前全球金融领域 广泛关注的金砖国家 BREAKS PAY BREAKS PAY 就是金砖支付系统呢 那么迈入到 中国科技强国战略项目的 试点项目啊 这个呢 说起来比较绕口 那么这是因为 因为这样的一种概念呢 从而使得 BREAKS PAY呢 这个支付系统 金砖支付 希望能够建立于一个 独立美元体系之外的 跨境支付体系 那么中国的一些公司 参与到这些项目开发的 一些企业呢 好像最近成为追逐的热点了 但是我这里 从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 一个对吧 不能说资深嘛 最起码干过 这个一二十年 对不对 来告诉大家 这个短期之内呢 是没有多少油水的 对公司的整个的业绩的表现上呢 是很难体现出来 大额的增长的 但是长期来看呢 肯定是一个正向的信号 对吧 是一个是有帮助的 但是你希望 它的业绩的指标上面 最后在财报上 在基本面上体现出来呢 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炒一炒热点 跟一跟概念 大家呢 happy一下 对吧 也就罢了 千万不要像我前面所说的 谈恋爱 对吧 和这些概念呢 共生共存 长长久久了 那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 对吧 它毕竟在基本面上 难以体现 所以跨境之父 金砖之父概念 最近的火热呢 我其实看到之后呢 就觉得要做点预警 所以就跟大家呢 来做一这样一场直播 来和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事情呢 没那么简单 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建好就收 如果说 那个局势呢 已经走到这样了 对吧 金砖峰会马上就要开了 对吧 你还在握在手里的时候呢 要相对小心 这个呢 算是给一些投资的朋友呢 做一点这个建议 供大家做一点参考 那么以上是和大家所分享的 第二个话题 就是关于 这个金砖之父的这个概念 最近呢 比较火热 对吧 这个俄罗斯金砖峰会 马上要召开 所谓的终结美元霸权 肯定又是一个讨论热点 但是我前面 如我前面所说 这个难度比较大 时间的跨度呢 可能也比较长 嗯